好 不过当然也要来关心一下政治焦点咯 来看的是防疫破口对抗疫托旁边 陈时中道歉的诚意到底在哪里 先来看看的是这一回呢 蒋万安他的竞选团队 竞选团队的发言人 由立委李贵敏还有立委李德维来接任了 为议员参选人李任秀呢 遭报据当总干事吗 不过他表示他很冤枉 他说被曲解了心情也很难受 无论如何 现在呢选定了这个竞选团队的发言人的蒋万安 他说陈时中团队是防疫的破口对 有的人要大家不要戴口罩 有的人要大家来积极的染疫 有的人要开三加十一的协调会 有的人甚至还呼应政府的作为 没做好准备就要大家来共存 有人不替万华人来说话 但是呢这个这样的情形 陈时中是反驳说防疫成绩并不是凭感觉 但问题来了 当时陈时中不是去万华来参拜吗 场外这个抗疫的人很不给面子 当然呢这个很多民众都有他们的心声想说 现在这个抗疫的民众居然遭到了起底 疑似是科奖支持者 被质疑是不是居心不良呢 但是台北市议员许朝鑫也有话要说 你不能说不支持的人就不能陈情啊 只要不是支持你的人难道就不能说话吗 难道以后市民到分两种等级吗 另外台北市议员游淑惠也说 如果你怕人呛你就不要下凡来选 怕热就不要进厨房 跟陈时中陈情的民众会被警察架走 还被肉搜啊 以后还是要少靠近陈时中恐怖哦 另外呢中广董事长赵上康则说 这根本是累道歉 实质是真选举 根本是以阴为先啊 这个来看的是呢蔡英文的意志执行贯彻到底 陈时中的竞选副总副主委啊 这个何志伟则是表达厘清说 他目前呢他们会厘清陈情的内容 是他们的责任 当然啊这样子呢在龙山寺 获得了以民为先自化的陈时中 遇到了陈康在场的警力是直接 恶狠狠的把民众直接驱离 整件事情当然引发了关注 目前台北市警局也做出了解释说 是为了预防冲突发生 不过市议员秦桧朱就痛批 陈时中你才宣布刚刚参选三天 就惹出这么大的风波 根本是大关参选 我们现场的同仁是因为已经 现场的民众有不满的情绪 那我们依我们的专业判断 如果再发酵下去 可能会有冲突发生 我们为了维持现场的秩序 防止冲突 所以我们积先的把它请走 那个现场有立即的危害吗 因为如果再发酵下去会有冲突 所以当场是没有立即的危害吗 只是你们怕发酵下去 会有这样子的可能性吗 是不是 那所以你得不得不承认 你们当时的这样子的一个处理 处理事实上有过当的一个现象 本来市长跟所有议员的候选人的为安 是从登记后启动 但是今年因为7月8号 安倍前首相遇刺后 警政署立即通订全国各警察机关 加强所有的首长 跟各所有的候选人 就参选人的安全维护 那我们先拜访了蒋万安先生 蒋万安先生到现在还没有提出来 他有需要的时候会随时给我们提出需求 那陈时中先生呢 在7月14号对我们提出需求 我们依照他提出的需求跟人选 我们考核过之后 我们在7月18号据予派遣 大官下来参选 随护比以前还增加 而且享受总统级的维安待遇 陈时中以及他的团队 竞选三天就惹出这么大的一个社会风波来 应该要好好的反省检讨 不要有人成为大官竞选的受害 不要有警察成为大官竞选的受害者 不要有人名成为大官竞选的受害者 当然同时也来看到 民警长台北市长提名人陈时中 昨天到万华龙圈寺来参拜 在受访时 为去年把万华污名化是疫情的破口 他认为是不当言论 所以道歉了 但这个道的歉到底是真心诚意的道歉 还是表面上做作样子呢 对此台北市副市长黄先生职问说 如果今天陈时中不是要下来选举 请问他还会道歉吗 疫情破口的事情没有解释清楚 应该要给万华人还有全台湾人民 做一个清楚的交代 陈部长昨天到万华 然后说了一句道歉的话 那我们还是要强调 如果他不是要下来选举 他会不会道歉 一年多来万华受到的伤害很大 如果问我他需要对万华做些什么 中央政府有那么多的资源 第二个 部长可能要说清楚到底万华是破口 还是诺福特是破口 这件事情必须要对万华做交代 也必须要对全台湾人做交代 对于万华现场民众有意见 我觉得这是无可厚非 那请大家尽量去倾听 先听听民众为什么要来抗议 那抗议的内容是什么 再来判断说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民众大概不会有人每天没事故意去找这些麻烦 所以请听是最好的方法 好 陈时中其实在昨天 这样子遇到这样的状况 没想到随即这个民众成情的 居然当场你看被拉脱拉走 今天陈时中到保安宫来参拜 又有同一位陈旗民众 一样再度现身 很弃而不舍 阿中竞选团队的庄瑞雄跟何志伟 还出来帮忙了解了解 国民党副秘书长李燕秀就说 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来 民进党的心态离人民究竟有多远 陈时中他是政务官 他过去没有第一线接受过民众的陈情 但是我们也非常讶异 就是说顺时中在面对疫情 全国最高的指挥官 没有听到很多民意的声音 所以面对这场选战 他第二 虽然是第二场活动 但是他却是第一场正式 对外的公开的活动 才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陈情案 这样的状况的处理 其实就可以看到 陈时中的心态是什么 整体民进党的心态是什么 如果对于民众 民意代表接受民众的陈情 你永远是听而不闻 或直接拉开 那我们就可以思考到 就是说万一他当上了台北市市长 对于市政的议题 零损抗争 零弊设施的陈情 如果你都是充而不闻 然后硬要干到底 台北市民事实上是脑筋非常清楚的 那这样子距离人民这么远的 市长候选人 市民投得下去吗 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到 民进党整体的心态 就是说非常讽刺 就是说民进党过去喊民主 民主民主 但是从中央执政到现在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过去立法院 过去为一个为离而已 就国民党执政时期就骂 就面对民众陈情距离这么远 但是过去这几年完成执政之后的民进党 他是为龙为离铁价越为越高 这就是民进党 那现在面对一个市长的候选人 前几场的陈情 你就用这样的心态 那你就可以看到他距离人民多远 更多犀利评论继续解读 欢迎到YouTube大新闻大爆发频道 来看好开门 同时来关心 台北市长选战三角都 根据了中国时报民调显示 陈时中的支持度是24.2% 蒋万安23.9% 黄山山22.2% 陈时中虽然领先 不过距离第三名的黄山山 也只多了2% 好民调起起伏伏 上上下下 前立委沈富雄就说 因为中间选民当中 不是很绿的选择支持黄山山 所以民进党的基本盘就缩小了 所以他分析 如果蒋万安跟黄山山的差距 能够拉开 陈时中就死定了 他直言陈时中在台北市的 年轻族群的板块 已经跑了 而且再也回不来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咯 水神跟病毒或加冬的细菌 作用之后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有银法族 有儿童 有孕妇 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购购买 才是最划算的